在神秘的朝鲜旅游,马上要迎来第二顿饭 这次换了一家餐厅,令人兴奋的是 餐厅门口摆着鲜活的地丸蟹,海参,鲍鱼,大龙虾 都说朝鲜的海鲜便宜 两天七百五的团费,还给老铁们整一顿大海鲜自助 突然就心头一热,想高歌一曲 请我说谢谢你 走进一问,个人自费购买 你以为自费购买,就一定无人问津 错了,已经开始抢购了 朝鲜售货员都买得手忙脚乱 其实绝大部分的消费者买得不是实惠 而是主打一个占便宜的感觉 你要说哪天韩式搬永久,从一千降到五十 大妈们立即在朋友圈摇姐妹,组团去闻媒 你要说搞促销,不仅免费,还倒给一百 别说大爷们,连我都要去,高低闻个某坤同款 占便宜是其一,从众心里是其二 江湖传闻,都说朝鲜海鲜便宜 再说,来都来了 此时,只要有一个人带动 抢购的氛围,就培育到位 来不及解释了,赶紧上车 此时的我,先海鲜区太挤,主要是在生鲜区逛 生鲜区也挺生猛,李子十元一斤 但是对比两百亿斤的滴碗屑,我是时候拿出中国游客的豪气了 果断出手,买了半斤 半斤李子的份量确实有点少,我又花五元,买了一只鹅蛋 买好东西,我逛到路边,想拍几个镜头,被其他团的导游制止 去餐厅时,旁边的大姐拎着地碗蟹,我戴着墨镜 第二顿饭的官方配置和第一顿饭差不多 只新增了朝鲜经典名菜,泡辣白菜 老演员炒鱿鱼,仍然是荤菜当当 吃着吃着,东北大姐自沟的地碗蟹等硬菜加工好了 被服务员端上了桌 东北大姐招呼大家一起吃 我摸在凉心和肚子里的蟹肉,可以说一个结论 说的好爽,东北同胞,那真是要排第一 吃完饭出来,大家三三两两,站在餐厅外聊天 温柔的晚风从海上来 带着琉璃的浅卷和日暮的浪漫 不远处的民居,生腾起朦胧的薄烟 那是他们的人间烟火 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我感慨重生 人要尝怀感恩之心 我们要铭记那些或美好或艰难的岁月 铭记那些陪伴过自己,给予自己美好记忆的人 我就经常记起,在无数个我很胶着 我好给我走,那胶着的恨的夜晚 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美好的人们 为我歌唱,为我起舞,向我诉说中常 而我,没有花一分钱,甚至不用提供情绪价值 不用赞美他盛世容颜征服四海八荒 也不用提醒多喝热水 只要用发财的小手点一下小猩猩就行 当他开口说家人和宝贝时 我也会失去的和他保持距离 总之,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感恩有礼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敬请关注朝鲜故事第十一集